你按什么喇叭呀 把车往后倒一点吧 我还停在这个位置 师傅你刚刚差点撞到我的车了 这能怪我吗 你跟我车跟这么近 我反光镜里又看不到 你的车没有倒车影像吗 我这个是货车 货车一般都没有倒车影像的 那可以装一个呀 又没有多少钱 我这个车连显示屏都没有 装倒车影像 还得先装个显示屏啊 你可以装个无线的呀 连接手机就可以 你说的那种我还没见过 在哪里可以装啊 我就可以给你装好 199块钱还是无线的 那现在可以装吗 你拿出来我看看 可以呀 你看一下吧 只有一个摄像头吗 对呀 连接手机 安卓苹果都可以使用 感觉有点贵呀 你先帮我装上看看 如果清晰的话我就要 好的 师傅你帮我踩一下刹车 现在倒车灯亮了 现在用试灯 找到这个倒车灯的线 这个就是倒车灯 把摄像头的线接上 这一根黑色的接负极 把倒档推掉 把行车灯打开 亮红色的就是行车灯 它是按头装上 把它从这里穿出来 双面胶撕掉 把它粘在这个位置 位置调好 把小螺丝扭紧 可以了 我现在帮你试一下 倒车影像 钥匙打开 挂倒档 把你的手机给我 然后打开手机 先连接摄像头的无线网 就是这个 然后返回 啊 摄像头被我装反了 这个只有挂 倒档才可以看吗 把倒档推掉 把行车灯打开 往前开的时候也可以看 我来看看 我先给你把摄像头 反过来 这个胶粘的还挺紧的 把摄像头反过来装 你看一下那个位置可以吗 现在震了还挺清晰的 可以了 没问题就扫码付钱吧 好的 挺清晰的 我去看一圈试一下啊 还挺清晰的 要是前面也装一个就好了 其实那个摄像头 买过来才149 几分钟就给它装好了 我还可以装50 比起保养换机 我觉得划算多了 前面那个人怎么了 地上流了好多血 师傅你在干嘛 地上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 这个血是从发动机里面流出来的 我在拆发动机 发动机可不好拆啊 你干嘛不去修理厂呀 没钱 你看我这个气质 你感觉我有钱吗 那你打算这个发动机怎么拿出来呀 我打算先把钢盖拆下来 等一下和我老爸一起把发动机抬下来 小兰我们走吧 要不我们和你一起修吧 我还没修过奥迪呢 我也想学习一下 可以啊 小兰快点下来 我们一起修奥迪发动机 前面都被长头发的车主猜差不多了 这个盖子拿掉就可以看到发动机的内部了 你看你这个发动机钢盖里面全都是水 现在把车顶起来 睡下去把机油放掉 他这个车就是发动机的水跑到机油里面去了 我猜的果然没错 把窝轮增压拆掉 正式皮带拆掉 把张颈轮压回去 这样皮带就可以拆掉了 这几颗螺丝拆掉就可以抬钢盖了 这个气缸垫坏掉了 都已经破了 你这个气缸电动冲掉了 我现在去把车往前面开一点 然后把新的发动机掉下来挨着 说错了 他这个应该是新买的二手发动机 你这个二手的发动机好破呀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发动机号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 换发动机必须要把发动机号也一起换了 不然年减的时候减不过 现在我们把旧的配件拆下来移过去 师傅 今天也不早了 我先帮你把发动机吊上去 剩下的东西你一个人也可以装 我们就先回去了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这个发动机还是很重的 如果我们不帮忙的话 车主叫上他的爸爸也很难装上去 再倒一点 好差不多了再倒一点点 把发动机放在机脚上面 这个钩子就可以拿掉了 今天太谢谢你们了 要是没有你们的话 我现在估计连发动机还没拆下来 那我现在也没有钱 要不我把那个旧的发动机送给你们吧 可以啊那我们就把它拿走了 你过来帮我抬一下 三二一 车主说要把这个旧的发动机送给我 这个也是可以卖几百块钱的 今天也算没有白干 哎 师傅 你的脚伸进去一点 我的车要开过去 你不是修车的小兰吗 这个肯定是我的粉丝 可以帮我看一下车吗 我车坏了 可以啊我最喜欢修车了 那你隧道下面帮我看一下吧 有没有哪里看到不正常 看到了有地方漏油 应该是破了 可以有电焰焰吗 你帮我拿一把螺丝刀 这个可以吗 可以 看一下是不是生铁的 这个不是生铁的 可以焊 那焊一下要多少钱 五百块钱可以保佣一年 你这个电焰也太贵了吧 一点也不贵 我拆下来你就知道钱花在哪里了 那你拆吧 我看到你拆 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 然后放一个安全镇 再把千斤顶放下来 然后把减震器拆掉 我打算把后桥总成拆下来 再用电焰 把传动轴拆掉 现在拆的这个是手刹线 如果手刹刹不住了 可以睡下来调紧一点 现在拆的这个是刹车油管 拆掉之后会一直漏油 用棍子把刹车踩住 踩住之后就不会漏了 然后把油盆擦干净 给它把齿轮油接住 这个齿轮油都快没有了呀 加一瓶的话要100块 那是不是总的要600块 不用500块钱包括在内 现在把钢板螺丝拆掉 拆掉之后连轮胎一起拿下来 现在用千斤顶把锅桥顶住 把钢板螺丝取掉 然后把千斤顶放掉 这样好像也拿不出来呀 还是得把轮胎拆掉 轮胎拆掉之后就可以拿出来了 我看看哪里漏 我用清洗剂给你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才能看得到 好像就是这条泡漏油 把轮胎绑在面包车上 拖回修理厂 然后用打气功测试 准备一个喷水壶和气管 你往这个里面打气 哇 你能看到漏油的地方了吗 就是这条缝 现在给它焊起来 给你焊好500块钱 你说会不会 你们看看后面的轮胎 是不是不会转 我要上次提醒他一下 哎 美女你干嘛操我车啊 师傅你的后轮不会转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下来看一下 温度怎么这么高啊 我就感觉今天开起来 没力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是修车的 这个是我的修车职业这个证 那我的车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要先把轮子拆下来看看 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般都是刹车风风生锈 或者手转风生锈 手刷放掉 刹车已经爆死了 这边好的 没有爆死 这种情况只能用螺丝 把它顶出来 螺丝扭不动了 就用锤子敲一下 同步几遍 刹车骨就能拿出来了 这个刹车片都没有了 都磨完了 刹车骨也磨坏了 把刹车片拆下来 看看为什么会爆死 这副刹车片都磨得光溜溜的了 这是掉落的刹车片 落在了刹车骨里面 就像这样 就会造成刹车片卡死 就是女性的 就会不要 大学和自己的 这比赛是女性的